經過兩年完的工程時間 浩貝農工機械軍科以及雙科是不是大樓 在今天進行六星路 透過大樓開用後 希望學校內的學生可以成功在內 多轉的設備 家鄉自己對機械加工頂頂的技能 憑慈近一步要用在地優秀的技術人材 不管是為著學校 他們才是為著自己 都可以出一份心理來打拼 精彩哥留在滾滾的表演 為這次學校中機械軍科 以及雙科是大樓六星電力開場 經過兩年完的工程時間 這棟大樓開用後 相信可以透過多轉的設備 配合就夠由保育林馬克工 來加工機械軍科 學生的基本技能 機械群有三個科 就是生物產業機電科 還有電腦製圖科 再來就是我們的機械科 這三個科 那這棟大樓最主要 是要把這三個科 它的一個實習相關的場域 通通都集中在這棟大樓裡面 那整個新的空間 新的設備 我們希望藉由108星科鋼的推動 讓我們機械群科的學生 能夠在我們所謂的素養導向的 一個技能養成上面 能夠有非常紮實的一個基礎 這就是大樓的路線 學長也希望未來可以給高中心 接受到不一樣的機械設備 不用在地優秀的技術人材 為婚人館出一份力量 特別我們知道機械是工業之母 所以機械大樓的落成 我們提供了多元化的機械設計 不管是傳統的機械 或者是到現在的自動化的車床 我想我們都能夠同步的結合 現在的業界的需求 我們希望真正能夠培育我們 胡文農工的孩子 能夠達到在地就業 在地就學這樣子的理想 為我們雲林縣 創造更好的機械類的人才 相信有這棟大樓 可以讓學生小孩 一個事實的事實環境 將機械科技頂頂的技能 各在家鄉 不要生一代人材 有這麼一個重要的實習大樓 我們的整個這個學習的話 才有辦法來到位 也才有辦法讓我們的學生 不管在科技 比如說現在在機械科來講的話 我們的所謂的CAD CAM 我們所謂的機械人 這些的話都是一定要動手做 所以很開心 我們有這麼棒的一個學習的 重要的靈魂 在台湖北農工未來 可以借到大樓中豐富的學習主委 提醒學習對學習的興趣 並且進一步為學校 學習婚人來進出公園 現在立馬上報道